绝对您关系天系方面的信息 尤其是霸王级的寒流来袭 您有没有做好防寒的准备呢 不过我们要提醒您 其实很多人觉得 如果我在家里我是足足的话 要怎么做才能低耗能 但是能够好好的保暖呢 专家心仪其实有一些小配包 像是您在睡前 可以开半个小时的电热毯 但记得睡着之前要关闭 另外一个是可以开 定时关闭的烘焙机 因为它吹出了暖风 其实也有这个暖房的效果 而且它还会有定时开关 不怕可能临时烧起来 但是由于连日的降雨 如果湿度增加的话 会感觉怎么更冷了 因此专家说不妨也可以开开除湿机 让湿度下降 体验温度会比较舒适 最后呢是可以在房间里 挂一些厚的窗帘 或是铺上地毯 能够成功阻绝湿气 还有寒气可能会伤身 但是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 怎么预寒呢 很多人最近会选择穿羽绒衣来保暖 但是我们要提醒您的是 如果外面穿的是羽绒衣 里面衣服却穿太多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 很完美的保暖效果 但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的记者陈柔蓉来告诉您 好 羽绒外套呢 里面的衣服到底是要穿多 还是穿少 比较能达到保暖效果呢 今天我们要实际做一个小小的实验 像在我旁边的这位小姐 里面是只有穿这件粉红色的衣服 外面再加上一件羽绒外套 那另外一位这位小姐呢 里面则是穿了三件衣服 那外面呢 再加上同一件的羽绒外套 那现在我们要来实际测试看看 他们目前呢 手臂上面的表面温度 大概是有多少 像是这位小姐 目前呢 她的手臂表面温度 大概是30度左右 而另外一位呢 是有穿三件的这位小姐 这个手臂的表面温度呢 现在我们来实际测试看看 则是有33度左右 所以呢 这个实验也证明说 其实啊 你里面衣服穿的比较少 外面再加上一件厚厚的羽绒外套 确实可以达到比较保暖的效果 不过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保暖的主要的那个原理 其实并不是靠穿衣服的多少层次而言 而是说你的衣服 是不是可以把你的产生的热空气 续集在你的皮肤 跟你的衣着的这个中间 那你穿的羽绒衣 其实羽绒衣本身就有很好的一个热的 那个隔绝体 那所以说你应该里面要穿的少一点 让你的皮肤所产生的热气 能够充满着你整个 你跟羽绒衣 或你的外套的中间的这个保暖层里面去 而不用穿的太多 反而让你的体温示范不出来 你就没有达到保暖的效果 好专家就说啊 因为像是里面的这些衣服 这个羽毛跟羊毛 这个保暖材料 都是要靠着体温加热 才可以让它们在不透气的布料里面膨胀 所以呢 才形成一层这个隔绝外面冷空气的薄膜 所以呢 当你的羽绒衣越贴近你的皮肤的时候 就越容易接触到体表温度 那这个保暖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内搭衣物比较薄 就越能够达到保暖的功效 没有从智能里面膨胀返走